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 我是王志玉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華信銀頭顧的總經理 謝謝文恩 文恩哥午安 志全 大家午安 好 文恩哥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盤 讓大家其實很恐怖的是 因為最後殺尾盤 還好啊 盤中都有預告啦 對 盤中文恩哥有預告說 那主機性太空了 對 沒錯 然後真的就一路就往下跌 從12點半開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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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跌的速度很快 對 沒錯 而且很多的那種很 人氣指標股 突然間砰砰砰尾盤都跌 千萬不要問我 郁經官 我沒有問你 我只是跟大家報告 對 還有310文貌 對 文貌啊 大銅啊 對 對 對 就是讓大家覺得 以前都是標股 突然間反轉 是的 很可怕 對 所以 這個盤這樣子 殺尾盤 那明天還要繼續跌嗎 基本上這邊我們先講短線 中線的部分 我們過一兩天再交代好了 為什麼 因為在剩下四天時間要收月線 月線的部分完沒準備 所以說只能明天跟大家報告 那就短線的一個所謂部分 明天早上他會有開高 然後走低的一個所謂機會 可是這個走低 在空方時間發揮的時候 他到底能不能走到00機制 還是空方時間又只打上半場而已 等到我今天拿空方時間 我就是要直接把他灌給他掛掉 就跟今天一模一樣 來 我問大家 以後至於我應該把我 盤中連線節目錄起來 那這邊播比較快 你就知道說你們錯過多少機 我今天在盤中連線節目 今天是四分 不是五分 我有提到說今天主力新太空 而且我也預告11點20分 到收盤全部都空方時間 那等同於明天早上 第一段你會看到空方時間 可是問題這個空方時間 到底能不能夠有利 讓他跌破多方方價 非常重要 不過這部分的話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基本上 剛剛志祺有提到 今天現貨沙尾牌 可是今天期貨很可愛 當現貨收盤大概五分鐘之後 他又垂直往上做一個所謂急 那如果你把今天台北股市的交通圖打開 我請問大家 你為什麼要拚不拚錢 因為很簡單 再過四個交易日 要換來四天的一個所謂的免費的假日 那四天的假日 我請問各位 出去不管吃喝玩樂飄 吃喝玩樂飄土要不要錢 要錢嘛 那要錢的情況下 你們就會很急 那我請問各位 你麻煩你把你的軟體打開 麻煩你把你的call訊打開 你今天被扒了幾次 今天早上先玩高點過高 高點過高 當你看到哇 衝過9805了 趕快追 結果又開始往下急殺 彈起來再殺一次 低點破梯 你要把你的多單全部停損 那你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嗎 我在節目當中 我在跟大家強調 今年最大的一個所謂課題 就來自於騙線 你要say no 你要say no 你要say no 突了騙線 為什麼我一再這樣講呢 我請問各位 那你要怎麼樣破解騙線 就像今天 你不能等到收完盤的時候 才告訴我 哇 主力作手怎麼這麼被哥哥 怎麼這麼愛騙 不是的 因為你不了解 人家主力作手的價格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包括一個多空阻力心態 廢話 你看KD 永遠是等它殺破平台警線 才會出現放空信號 廢話 你麻煩你把你的軟體打開 是不是當它跌破52的時候 才出現放空信號 結果你又空在了 一個所謂相對的低點 或是地板 那我請問各位 我們是怎麼樣 從新春開紅盤到今天 保持著一個所謂全盛 很簡單 我在節目當中 一定要告訴我強調 你藉由主力心態 藉由時間關鍵 藉由周線月線關鍵價 你每一個月要掌握 1000多點的波動 很容易在變 上個禮拜 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9805點 那叫做空方防守價 我還說這邊不是收斂心態 沒錯吧 就預告完之後 上個禮拜六 心態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 所以在上個禮拜六 當所有的投顧老師告訴你 沒有量 沒有行情選擇關鍵的時候 我在9點21分 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會員 主力心態是多 而且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再講一遍 上個禮拜六叫 Satellite 不是Satellite Satellite是衛星 Satellite 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結果從主力心態多 到今天9805 有沒有一口氣 長得33點 還沒完 上個禮拜六的節目當中 我也就跟大家預告 9805叫做空方防守價 我也預告9766點 叫做多方防守價 來 開始來 基本上你要懂得去欣賞 一個老師的邏輯 可是問題 基本上如果說 你真的有在看投顧節目 老師你有沒有在看 不可能的 我說過了 我絕對不可能看比我爛的 我要看比我爛的 我看你們的節目 我看他節目幹什麼 大部分的投顧節目 我說真的 從收完盤到現階段 對你有幫助嗎 每一個人就只會告訴你 他永遠都買最低賣最高 反正漲的時候說買在這邊 跌下來的時候 他告訴你 他之前有告訴你 這個行情的 管理力過大 就是要回檔修正 那就是標標準準的廢話 有沒有去執行動作 那才就是重點 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的邏輯是什麼 我說9766點 叫做多方防價 看清楚我今天台北股市 夠厲害 高點過高 又來了又來了 又來了又來了 然後又低點破低 結果低點破低的時候 為什麼要先往上彈這刀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剛好來到9766點的 一個所謂多方防價 彈起來 可是很抱歉 基本上我再一遍 很多小時 你有沒有可能跟外面的老師 一樣厲害 跌下來的時候 這個高點放空 漲上來這個低點做得多 跌下來的時候 這個高點又出掉反手放空 基本上 主力作手 95%的時間 他就只有一個方向 他就只有一個方向 只有頭顧老師 收完盤之後 每一個方向都對 不要那麼容易被騙 如果說你要那一種 每天都大賺 你不要來找我 今天在9點50分 麻煩你去問我的會員 甚至到我的FB的不公開社團 我有沒有斬釘截鐵 預告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還沒完 來到11點03分08秒 我跟4分連線的時候 當時台北股市還沒跌 還維持在一個高檔做震盪的時候 我有沒有預告主力心態空 而且進入空方之間 就這個主力心態空 有沒有讓台北股市 往下跌了40點 再變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六 我可以多 上個禮拜六 為什麼多 因為心太多 今天台北股市又先跳空開高 把空頭嘎到外太空 就今天我可以空 那我們怎麼做到的 又回到主力心態 而這絕對不是第一次 日子過得很快 當時2月2號 新春開紅盤第一天 我告訴你空 就一口氣跌了90點 那你同意新春能力封關之前 新太多 能力新春開紅盤新太空 開高走低收最低 爆出1300多億的成交量 結果爆出1300多億成交量 每一個人都告訴你要崩盤 結果在隔一天2月3號的時候 當他跌破平台警線10點26分 麻煩你去問我的會員 我有沒有很清楚告訴他們多 為什麼要多 而且不只要多 要全力多 因為新春開紅盤第一天 心太他是空 結果隔天跳空開高 心太是個飆飆準準的強多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2月2號 就跟禮拜六一模一樣 禮拜上禮拜六我可以多 今天我可以空 紅藥2月2號的時候 我可以先空 2月3號我可以先多 你不要小看 這一個主力心太多 很多人看到1300多億的成交量 開高走低收最低 外資期限或大賣 就告訴你要崩盤 這崩盤這幾個字 真的害死一堆人 就從2月2號一口氣 找到幾月幾號 2月6號主力心態還是多 2月7號來到2月7號 已經漲了150點還沒完 那麼之後開始等同 你漲這一段完之後 開始橫盤震盪 那橫盤震盪完之後 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你不要說我沒跟你預告 來到2月7號的那一天 麻煩你把重播帶掉出來看 我會不會跟你預告 這個行情就是要 嘎到一個所謂的外太空 甚至於在2月8號 我還畫圖告訴你 開高往下走低 來到9507點 他會漸低反彈 就預告完之後 2月9號有沒有 如同我的心願 在那邊 2月7號跟你預告 嘎到外太空 就2月8號收一根十字棒 跟你預告2月9號會開高 開高往下回測 開高往下回測 這是明天上半場的走勢圖 開高往下回測 回測9507點會漸低做一個拉起來 沒錯吧 就預告完之後 我請問大家 如果你沒有一個所謂的規劃的能力 如果你的軟體沒有主力心態 容我稍微問大家一件事情 2月9號的那一天 台北股市低點破低 低點破低 所有的軟體都有放空訊號 這是為什麼 我在節目當中 你們真的不要拿其他軟體 來侮辱你自己 我在節目當中 我在跟著我強調 如果每一個軟體收完盤都這麼準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 敢在盤中直接告訴全國觀眾 讓你們先驗證心態的方向 但同意在2月9號為什麼 往下擊殺要權力多 因為他擺明他是個標標準準的 一個所謂強多 這是為什麼從2月9號一直到上個禮拜 先漲了200多點 所以來到2月10號 我們跟大家預告 周線他是紅燈 從2月9號到2月14號 又漲了200多點 那這件事情 我也會在節目當中 公開去跟大家預告 事後你們得到完整的驗證 那最精彩就是上個禮拜二了 上個禮拜二為什麼會波動這麼大 因為很簡單禮拜一收盤 他並沒有收上9717點的空方防守價 所以說我預告慣性改變 就預告完之後 上個禮拜二先做一個WD 你以為要往上噴的時候 突破平台頸線全力做多 他又全力往下擊殺 就當他往下擊殺之後 當他跌破頸線 你告訴我WD行不成 而變成了一個所謂M頭 結果我在上個禮拜二11點59分 我有沒有告訴我的會員 又來到多方的一個所謂訊號 那我請問各位 要怎麼樣去掌握財富 要怎麼樣去掌握波動 很簡單 重點就在於說 你有沒有一個操作上面的邏輯 而我的邏輯很簡單 藉由時間 藉由空間 藉由主力心態 我能做到事前的一個所謂預告 事後你也得到一個所謂完整的驗證 這是為什麼我在跟他強調 如果你每天不斷的驗證 驗證再驗證 又回到原點了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你要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有很多投顧老師 從新春開紅盤那一根黑黑棒 就不斷的找機會放空 聰明的叫找機會放空 比較笨的他會告訴你 每天不斷的放空停水 停水完之後再放空 放空再停水 我請問各位 你再怎麼聰明 上個禮拜三 你也被嘎到外太空 因為在上個禮拜二 收一根十字棒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告訴你 不排除回檔修正 只要我很清楚跟你預告 麻煩自己看重播帶 找我重播帶很簡單 你到Youtube裡面 輸入謝文恩三個字 要把這麼好的節目 推廣告全世界 不管包括賴比瑞亞 不管包括Eachin 不管包括南非 都是一模一樣 老師 為什麼要講非洲那個區塊 因為我現在的會員 美洲也有 我還有Cambodian 還有馬卡爾的也有 澳門的也有 然後舊金山 洛杉磯 紐約都有 那唯一擦得擦非洲 這一個所謂區塊 寮國 它不是共產國家 這邊我先幫我的會員 對他們的國家 稍微澄清一下 它不是共產國家 寮國最有名的 也是咖啡 啤酒 這東西還有包括大麻 大麻這種東西 基本上 就跟檳榔一模一樣 如果沒有被改造之前 他們其實都算是 對身體還有一點幫助的 大麻泡茶可以這樣 可以降血脂 可以降膽固醇 你知道 可是如果拿來用抽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好 所以這要提外話 那基本上 我請問各位 在上個禮拜 收十字棒 我就很清楚跟你預告 禮拜三開高 就會嘎到外在空 那是因為 因為大家的一個所謂 專業度不足 禮拜三真的開高 真的開高 結果跳空開高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 九點三十分 你看到一個回檔修正 你看到這個回檔修正 你會不會以為不排除回檔修正 就當你在不排除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 他是多 結果禮拜三 有沒有直接嘎到外在空 遊戲還沒結束 禮拜三跟大家預告 九千八百四十點 就是禮拜四的多 這樣 結果預告完之後 光禮拜三 禮拜三 九點三十分回測 那個主力心態多 到九千八百四十點 又漲了將近有一百四十幾點 好再一遍 結果來到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的時候 因為主力心態 他是有多轉空 我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我有先跟大家預告 結果預告完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當天外資一口氣 賣了六千九百五十八口 就當你看到外資賣的時候 你又告訴我要崩盤 我就告訴你 禮拜五的一個走勢 就是開屏往下走低 來到多方防守價會見低反抬 就預告完之後 有沒有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當心態由空轉多 反手做多 禮拜六的一個所謂九點二十一分 當你在鬼混的時候 我一樣告訴我的會員心態多 結果就是因為心態多 我們沒有會 我們先把它鑽在口袋裡面之後 當心態又有多轉空的時候 告訴會員反手放空 所以說 有這麼難嗎 雖然是老話一句 基本上 你們看我的節目 絕對不是一天 絕對不是兩天 如果你得到一個全方位的驗證 或你的老師 是那一種收完盤的時候 告訴你他自然會大轉 結果你永遠是看得到 你根本吃不到 帶槍投靠 全方位360 無論如何 你要好好掌握 那在全方位360裡面 我說過了 我們除了要給大家吃魚之外 更重要 我們要教大家了解主力 做手one stay ahead的技巧 什麼叫one stay ahead 再一遍 來看清楚 這是今天早上 你所看到的一個手稿 這裡面我有提到 我說除非心態強多 否則開平向上拉 要收穩9805點 它是有它一定的困難度 因為這邊是相形的 一個所謂頂部 在開盤前 我就已經做好的 一個所謂完善的規劃 就這樣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現在看美國的 一個所謂電子盤 美國期貨盤 目前漲大概有六七十點 那六七十點 是不是代表明天台北股市 開高就要往上攻的 不可能 明天開高之後還會往下側 為什麼開高之後要往下側 因為很簡單 明天的時間 早上你會先看到空方時間 那重點就空頭的一個所謂角度 你能不能稍微去模擬一下 人家多空到底在想什麼意圖 就多頭角度 他會想盡辦法去守 九七叉叉的多方法 就空頭的角度 他想盡辦法要把它跌破 所以決戰點在這個九七叉叉 老師跟我們講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看我節目看這麼樣的久 你要有本事去做 一個所謂完整的計算 老師 可是我還是真的不會算 不會算 還是算不出來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要會用計算機裡面的 加減乘出 你自然有辦法去計算 它的一個所謂多空防守價 可是如果說你真的懶得算 沒有關係 你想盡辦法把我們的軟體 直接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把它帶回去 就好我舉個例子好了 藉由 藉由主力心態 你可以找到上銀四肢掌林板 你可以找到林華四肢掌林板 可是這些東西都不夠刺激 很多人很喜歡做價差交易 那我請問大家 你有本屬一檔1590的雅德 來來回回賺價差 高達將近有100塊錢 這不是Guts的問題 這只是最基本一個投顧老師 應該具備多空防守價能力 而不是只是每天告訴你 20日移動平均線 季線 半年線 年線 如果只是需要知道線 你幹嘛參加投顧老師 家裡頭一空 我這樣講 沒錯吧 那同樣的 我請問再問大家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我請問各位 我們上個禮拜 10點45分 我們先買進楊誠 沒錯吧 來到11點19分 10點40分買進 11點鐘在3D財政台介紹 11點19分 我們持續做交易買進 結果楊誠當天 幾乎賺了一支掌林板 今天跳空開高 又賺了另外一支掌林板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今天楊誠開高走低 資訊想不想知道 因為大盤也開高走低 沒有關係 可是金財就開高走高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好 看到沒 這是禮拜五的良辰 你們想買都買不到 因為主力心太多 多這麼久了 拉到一根掌停板 鎖死想買都買不到 那我請問各位 你想買都買不到 他禮拜五 2月18號 2月18號 他除了告訴你多頭加碼之外 他有沒有跟你預告 他的壓力落在63.12 資訊啊 差0.02有沒有差很多 沒有 就剛好啊 什麼剛好啊 你不能四捨五入 63.12 看得很清楚 沒有你股價哪會到12那麼後面 這是電腦算出來的 那你就要開63.2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拜託 我鎖了三四千張 我隨便也開過63.12好不好 就開63.1 導致今天陽城開高手低 那我請問各位 那明天呢 會不會算 想盡辦法自己多學多算 因為等你會算完之後 等你把東西全部備手之後 那都是你未來的一個所謂無形資產 同樣的 包括3374的金財 我們之前跟大家預告說 還在多少錢 還在37.1 到今天的金財 又漲了三四支的掌停板 還沒完喔 看一下8.55分的抗訊 43.5加碼買進一成 我請問各位 你有沒有這本事 金財我也沒有跟你遮喔 之前不管包括上銀 包括林華 乃至於6188的廣民 到337的金財 如果你看重播帶 我不是要贏鴨輝 每天介紹不同股票老師啊 所以說基本上 專業的重要 那我說過了 為什麼我在節目當中 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連多空防守價 我在節目當中 都跟大家做預告 因為最重要的邏輯 就在於說 全方位360 他除了要給你魚吃 教你釣魚技巧 更重要的一環 就來自於行善的 一個所謂布施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報告過 行善布施 他來自兩個層面 第二層面 今天我們去幫助 那一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讓他得到身心靈的照顧之後 他未來有可能成為 國家的棟梁 不管包括立法委員 甚至總統 不要去忽視任何一個人的 一個潛力 老師我七八十歲 老口口我剛剛可以餓 你剛剛老口口 你不想惡 你就不要再做了 我這樣說清楚 我這樣說 這樣清楚 這是我們有要求 最基本的 一個所謂人之 所以存在價值 不然我常跟頭講這樣 你看我的一個所謂規劃的能力 這是捐款的布施單位 你看我的一個所謂規劃的能力 我請問各位 我在家裡 我自己穿內褲 穿內褲 旁邊還有兩隻左右覆法 一隻叫多多 一隻叫樂樂 現在放影片給你看 我們家樂樂會潛水 超屌的 超屌的 會潛水 潛下去之後 還把氣吐吐吐吐吐吐出來 可是他眼睛不敢碰到水 所以馬上又把頭抬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說 這是我們所要求的 一個所謂基本價值 我自己做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一起來幫助那些被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是人類最快樂的事情 來這禮拜開始了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是財團法人 慈懷社會福利經驗 再從慈懷社會福利經驗 我們來到了立新社會福利經驗 再從立新來到桃園縣 馬朝關懷協會 一起溫暖桃園 這邊 還是老話一句 這是我最高興的 感謝會員你們的愛心均款 我們第二層面一意義就在於說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善舉 老天爺 包括主力作手 都看在眼裡 我們的主力心態 有沒有很厲害 今天盤中預告主力心態空 這樣一刷下去 又刷了40點 不是等到收盤 所以說如果你認同我們操作的理念 你想在第一時間 擁有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而且你也得到全方位的驗證 全方位360 差一天差很多 改天往時間播通 電話下座玩下去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才能駕育股海財富浪潮 華信投顧 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2392-3988 天然萃取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法根復活 快速見效效果滿意 髮旺旺洗髮精精華液男女試用 康世美地大生技購物網 奇摩商城熱烈搶購中 好 歡迎回來 你們在個股的部分 工業4.0 他這個走完了沒有 因為漲很多了 是 今天也全部跌 那這好消息是什麼 你知道嗎 看我的節目 你跟看連續劇一樣 不會成為孤兒 可是如果說 你看其他投過老師 上禮拜有跟你講 玉金光跟穩帽 如果他今天敢繼續講 我將來把你按讚 不過應該是不太可能 誰敢再講玉金光跟穩帽 那基本上 這就來自於說專業吧 就好像工業4.0 我12月3號12月底 都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做一個所謂預告 那為什麼我在進行什麼 很簡單嗎 人家主力心態 有空轉多 有空轉多 當時在123塊錢 結果上銀從123塊 一口氣漲到200多塊錢 好 那因為時間比較不夠 我們跳快一點了 那為什麼 你要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我們軟體 你除了可以看到主力心態 包括上銀 包括靈華 包括618光 我們377精彩之外 更重要的 在我們軟體裡面 提供你最即時訊息 就像你今天看到的精彩 在8點55分 你還搞不清楚 期貨方向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告訴你精彩 另外一次加碼的機會點 到底是落在何處 所以說在我們九宮格裡面 還包括一個非常重要的即時訊息 更重要的 我一直很自豪的地方 就在意說 除了給你即時訊息之外 更重要的 我們的軟體應該是全宇宙 除了給你主力心態 即時訊息 還外加能預測多空防守價的軟體 就是因為能預測多空防守價 我們能做到 股票不用遮 而且連這些價位 都在節目當中 事前跟大家做預告 來上銀看清楚 165.75 145跟你講一遍 165.75 還跟你報告 手機板在正下方 165.75 結果上銀又從165.75 漲到錢 漲到了200塊錢 同樣來到2月14號的時候 跟你預告169塊錢 就是上銀的一個所謂月關鍵價 好 那你都錯過 我再讓你驗證最後一次 來看清楚 上銀他的月關鍵價 落在180.25 這邊很清楚 不要來到180.25 他會先卡在184.5 日線的一個所謂關鍵價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講得非常非常明白 代表主力做手的操作 就是架構在價格關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 包括一個所謂多空主力心態 藉由這一些 所謂正確的操排方式 你自然有辦法去掌握千點的波動 那當然 如果你得到完整整驗證 差一天差很多 改變黃時間 撥通電話進來詢問 全方位360裡面的全部面容 好 非常謝謝文哥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這是今天的未來事件部 我們明天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